我们刚刚介绍到就是说 我花了好多好多时间来去跟你们分享 就是说以网站分析里面 我们更多的应该是 应该是这种时间的分析 像例如说这个 这个我们理论上 理论上应该就是说 大概看到说是什么网页 这个网页它大概是什么时候 然后被什么人来观看是最多的之类的 或者是星期几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刚刚曾经做的 这种星期的资料复制 然后接下来贴过来贴上 好例如说我点它 你就会去看到 它居然不是星期三最多 它居然是星期二跟星期四 星期五最多 然后再点这一个资料翻新 资料翻新的话是以星期二最多 好例如说这个它是以星期三最多 好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来去做一些分析 做这样子也有分析 但是所有的图表 直条图是最直观的 我相对来说 当我们今天来去看这张图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直观 请问一下 如果是圆形图 我要特别说一下 圆形图 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整体 整体是不是星期四最多 所占的那个比例最多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今天我点选它的时候 它告诉我是说 是这一个 这一个星期五 星期五 它的什么 往外推的那个数值是最外面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 那个大家 大家最频繁去看资料的 那个星期是星期三 可是呢 我这一个网页呢 却是在星期五 被更最多的人来观看到 是在讲这件事 问题是 当你要去解释清楚给别人 听这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以图报表来说 还是直条图最直观让人懂 好 这是提供给人参考的啦 那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放到图里 这样颜色是不是就直接画出来了 好 那我想我们暂时先把那个网站的资料先介绍到这边 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组资料了 所以我们先关掉它 先关掉它 然后因为我想脸书也是大家比较关切的 好 而且脸书的那个内容啊 其实跟网站分析 就是你一个网站里面的一些特色 其实我觉得很类似 好 所以是可以来去做分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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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